经历过这么多天,超过两个月的冲突、社会行动之后 基本上这个以乐团契是没有角色的 我一直都很期待会不会以乐团契作为警队之光 代表真理和信实的声音 能够在一个弯曲拨茂的世代 能够说一些公道的话,例如起码 刚才我说的例子,有个别的警察事实上是私用过度的武力 这是很明显的 但我们很期望会不会发过声明严厉谴责那些小部分 警队里面的害群之马也是没有的 基本上这个以乐团契就是没有话说的 废话也无论 如果你是没有话说,你是没有立场的话 那你就不要搞团契了 团契根本就是 好像那些clubhouse 好像以前的快逃尾 租碟的会员 只不过是 整个club 俱乐部 只是没有立场 没有代表 重要时刻你又不说话 那你解散他吧 有鬼用吗 对不对 但是 这个是我初步的想法 初步的想法已经闹了五分钟了 这是我初步的想法 但是 后来我对于这些 以乐团契里面的成员 就是那些警察 那些基督徒 我对于他们又多了一重的体谅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我在那个 时代论坛里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以乐团契的牧者 许淑芬牧师他写的 他自称为 香港警察队 基督教以乐团契的团牧 就是他负责这个团契 这篇文章基本上 基调就是撑警察 就是说那些市民没理由去骂警察 你没有搞错 你瘋了吗 他说那些这样的 然后 就有个讨文 他就遵照 我们伟大的 基督教领袖团体 那个以乐基金的做法 就是有个讨告 就是为 香港为了那些警队 讨告 可能就是邀请其他读者 共同参与这个 共同 祝福香港的讨告 很多人看了之后 对于这篇文章 非常失望 因为他说 这不合理 你说话根本就是胡说的 那 我甚至看到有些人怪责 那个《时代论坛》 没错 那个《时代论坛》 他平时经常出那些交文 就是 质素很低的那些 我之前也说过 我明白 他是想做一个公正的平台 各方 多元的声音 都会有 但是你也要 一定的水准 大佬 是吧 就是 你多元化 只是有多元的观点 不是说你有多元的质素 因为你的好吻也有 但是那些烂吻就更加多 你这样就冲淡了 那些是 很多是 垃圾吻 是吧 但是这篇又不同 因为他在最后 那个编辑就说 这篇吻在WhatsApp流传 经过本部 向作者核实 成蒙远准转转载 我觉得他是曲线表达一个立场 他只是分享 就像Facebook那样 有时候我看到很烂的文 很烂的影片 吴孙伦那些 我也有分享 不代表我是支持他那篇文 只不过是把这些交文 公诸于世 让大家看到这个人有多不陷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不会怪责《时代论坛》 我觉得他有点 这篇文章太过分了 所以值得铺出来 就是奇闻共赏 老实说 如果他不铺出来 我也看不到这篇文章 之前我也有听过许熟分 我也有想过录影片 我也忍着 这篇文章我真的忍不住 做了研究 不是说丙他 只是把他过去的 一些 很白痴的言论 陈列在各位的面前 大家怎么看呢 就是各下自理 我相信 我的听众也是美貌与智慧笨众 对不对 在这篇文章里 他说为香港为警队讨告 他就说 这个 警察一向是政治中立的 根本上很多 都不是选民 他们选择 守在最前线 为了担起香港重大的工作 包括维护法纪、维持治安、防止和征破罪案、保障市民生命财产 又跟市民和机构合作和联系等等 这些人 有这么重要的职务 有什么理由你要侮辱和指责 这些那么伟大的人物 我觉得这些真是低级文 很多香港基督教的牧师 以为自己会写两个字 口齿伶俐,会说两句 其实是许淑琛的说话 你上网打他的名字 去YouTube搜索 有很多港导 他也说话 但是有些人以为有口有舌 知道说话 这些嘴有汝 用这些言语、他也想说 讲到义正禅延 我不记得是何嘤did 说到好像很正义 他们会员復应他在他人挑选他的威信之下 Сп出偷玩概念 现在从来没有市民指责警察 说你们维护法纪根本我们不需要维护法纪 你们说要维持治安我们不需要治安 现在没有人敢说的 现在那些人挑战的警察 根本在骂他们 说你们应该维持治安,应该维护法纪 你们应该防止和征破罪案,而你们是没有这样做的 是吧? 哪有警察这样做 根本上这么久以来很多警察在街上乱打人 人人都有眼看,整班冲出来 突然又扫脚又行 在我们热血时报很多的报道 很多的影片 很多其他传媒也拍到 有很多人证物证也看到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些黑警,那些暴力警察 他们就是犯了法 乱使用暴力 你见不见到其他警察去逮捕那些警察 逮捕那些黑警 那你就没做事了 是吧? 现在那个世代 我觉得真的很变态 你知道吗? 我见很多人分享 我觉得他们也是很深的 但是我觉得背后的概念 其实已经是很扭曲的 有些警察 好像是《苹果日报》报道 有些警察 其他警察去打那些市民的时候 他们就退后一步 不参与打一份 是吧? 同时 他就提醒那些男示威者 跟那些男示威者说 你们看着那些女孩 好像很温柔 又说那些是良心警 是吧? 那些是不做坏事的警察 我又不会称之为那些是良心警 真正的良心警 起码在我的概念里面 是吧? 你不是制止你的同僚 你起码去帮那些市民挡几棍 不是退两步 大哥 怎样呢? 真正有良心的警察 就是会亲自出手去帮助照顾那些女孩 就不是叫那些同样会被人打 同样会被人打的那些男示威者 叫那些男示威者 他们都需要保护你 叫那些男示威者去保护那些女孩 你警察来的大哥 你不可以吃花生的 你有出粮的 是吧? 你的责任就是保障市民生命财产 是吧? 对于一般的警察 我不会对他们有这样的期望 是吧? 就是说到要别人牺牲 我怎么这么说 是吧? 我不会这么说 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 我会觉得这些真正的良心警 这些真正的好警察 值得表扬 那些值得发达的 应该出奖金给他们 这么伟大的警察 是吧? 但是对于一般的警察 我不会有这样的期望 这样是不切实际的 是吧? 但是对于基督教的圈子 有你的教导 你说你以乐团契 是吧? 你要在警队里面 挂起十字架 你刚才看到MV的徽号 一边是警队的徽章 另一边是圣经 你是按照圣经 爱人如己的观念去做人 我对你的期望当然高很多 你应该做我刚才说的良心警 但是你没有做 然后这个许淑芬还在骂人 骂人在那里指责那些警察 那事实上你们是做得不好的 大哥 你有没有检讨一下 你自己 然后还说不要视警察为敌人 等等 事实上是有警察 跟那些女示威者说 信不信我逮捕你回警局强奸 那些说话 指着天主教徒 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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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粗俗的说话 是由陈道说的 不是警察说的 服务社会 骂人 骂人 真是 然后他还说 天天为警队祷告 然后说求上帝破坏知识分子的计划,令他们的恶行 显露于人前,自食其果 因为我不知道哪些是破坏知识分子 但是现在很多黑警的恶行真的显露于人前 想着抓人去暗角打,没人看到,怎知道被人拍了 那真的是自食其果 但是那几个人也没有,很多人捐钱,过千万 听说很多人支持,根本就是这样的行为 这个许淑芬呢 我觉得他真的很离谱 在这样的时候,警队是非常迷失 我期望警队里的基督教团契 能够做些事情 做些事情,做些事情的良心 你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我发觉原来 当警队里的团契很迷失的时候 原来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团幕 有这样的领袖牧师 这个人根本就是不能为团契提供出路 没有方向给别人的 盲目去支持 警队不用你支持 现在很多蓝丝带 中树巾那些 根本上已经不用你支持 现在 李施燕都支持开 人家威力很多 臉又尖 不用你支持 现在你要为团契里的团友做 你是告诉他,圣经应该怎么做 不是你胡亂撑 说些事情根本就不适合 用完语言和艺术 刚才我已经批评了你 警队是有些害群之马 你应该指出 就是教你团契里的人 如何与这些事情 当你的同僚做犯法的时候 你是否应该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做回一个正确的角色 胡亂撑? 这个人一向都瘋了 我看他那些旧的文章 因为他在Facebook里有 许淑芬、牧师分享天地 只有百多个赞 少一点 值得留意 他曾经出了一篇文章 他说 假若六四屠杀是个谎言 你是不是瘋了? 假若六四屠杀是个谎言 这些人是假若的吗? 什么叫假若? 你现在是不是说 六四屠杀是个谎言 你瘋了? 他说这几天看Facebook 看到那个Tankman 即是挡住坦克的人 他说看完全部影片 他说他挡住坦克 然后爬上坦克 然后对坦克里的军人做了看不见的行动 他可以做什么? 他进去杀了那些军人? 进去打他们? 还没玩啊 然后爬下去挡住坦克车去路 然后被人追逐 看在眼里黑在心里是什么事? 这个人是不是真是英雄? 当然是英雄 难道你是英雄? 是许淑勋 你真是癫癫的 因为他说假若六四屠杀是个谎言 你真是瘋了 这些人是不是瘋了? 这个基督教牧师 他可以相信摩西是个历史人物 他可以相信耶利哥城 即是人在外面喊喊 他的城墙会均塌 即是那些就是历史 耶稣三日后复活 那些就是历史 这个就是堂被挡坦克车 这个有片有真相 这个里面有讨论的空间 有可能是那个方言 你真是瘋了 你真是 这个人真是癫癫的 然后他又说 叫那些前线者 要撑住 他说前线同事面对的压力 突出了一些打人的事件 但他怎么看都看不通 在那个的关头 可能压力过大 是吧 就没了意志 即是反了意志 即是瘋了 压力大到 又是被人挑衅 按不住情绪 一时冲动 失了方寸 是吧 总之千错万错 就不是打人的人错 是吧 这个人是神神的 你看些回复才搞笑 真是 你看这里 这个 KQIP 不知道是什么人 支持解放军清场 这个Ivy Lau 又说Hello Kitty 知道你用他的头像 Hello Kitty都哭了 我完全认为解放军加坦克车出场 可以舒缓同事多日以来的新劳 这些就是基督教团契 这些就是警队里面的基督徒 真是怪不得 以乐团契是发挥不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执拆了他 真是 看多一篇 真是愚光 再说下去爆血管 哈哈哈哈 他就 这个较早时候 10月2日 他说 有他 因为那时候用了很多粒 因为那些警队有一天 他好像是928 在用那些催泪弹 硬射那些 那些示威者 兜口兜面吐下去 很多人批评 你怎么会一晚里面用六十多粒 那些催泪弹 哈哈哈哈 他就说 香港 用的不是催泪弹 是催泪烟 是吧 这个又看许sir的报告 哈哈 这个许sir的粉丝 有留意那些字眼 目的就是把人群和警察隔开 但是新闻片看到 有眼射那些 即是打横吓示威者 anyway 他就说 事实都告诉我们没有死亡 只有几十位受伤 大部分都是轻伤 因为你这些轻伤没有死亡 根本上 根本上 可能是天佑那些 上帝祝福那些示威者 是吧 因为你那些 有新闻报道过 你那些所谓 催泪烟催泪弹 射到人家的救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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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站的伤者 你怕他会冲击防线 突然躲起身冲出来 你真的用来隔开人群和警察 你为何擠到救护站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牧师 其实你有没有看新闻的 因为我有点怀疑 这个是不是好像interstellar 这个许牧师其实是入了个虫洞 不知道是什么洞 然后在平行时空那里出回来 他知道他理解的历史和我理解的不同 因为这么大落差 然后他又说 难道不用催泪烟吗 要不就是用警棍 来互相辱博 不如用警棍 但用警棍不太大 所以用催泪烟 也是很轻微的 这些历史的东西真是搞笑 因为他10月2日出完这个报告 隔不久 现在经常用警棍 无数基督徒 你看我们耶教移民屋的群 很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很多市民被人打激 流到全面都是血 有个人被打到 睡医院又不能走 现在走得回少少 不知多少那些 现在不用催泪烟 用了警棍 但是牧师之前说 催泪烟就是隔开人群 就是一个恰当的做法 你说不应该用警棍 现在不用催泪烟 人家只用警棍 又不见你出来说话 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基督教 在警队里的基督教团契的牧者 你不站出来指责警队 说他们 好像之前那样用催泪烟 就好了 现在用警棍打人会打伤人 几乎 他说以前用催泪烟 大部分轻伤 没有性命危险 现在几乎有人被人打到坦 一不知多少照片 腿又瘀了 又断骨 不见你出来说话 那些人也有母亲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许淑芬 他说话 无厉害 水准低 这个人根本上不看新闻 或者唯一看的新闻 就是看ATV 就说不定 因为完全不理解那些事况 就是乱在盲撑他服侍那个机构 为了工作 不知道为了什么 可能是笨 也有可能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你作为团契的牧者 你有责任去导引他们 人家很迷失的时候 你要帮他们 给他们方向 让他们知道对错 你完全没有那个角色 如果你是这样施慧素餐的话 不如你自动辞职吧 如果你有点点廉恥的话 你想想他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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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